喂 喂 是我 你好 靖茹 你把你银行卡号给我一下 什么 刚才那顿饭是你买的吧 是啊 怎么了 没什么 我把钱还给你 不至于吧 那么点钱 你干吗呀 你知道你那样我会很过意不去的 我本来介绍你跟他认识 就是为了帮你的忙 也为了还我的人情 你抢来抢去的 我真的会心里面很难受的 再说了 我也不想在这个时候 莫名其妙地浪费你一顿饭钱 行了 行了 就那么两天算了啊 你要是不给的话 我明天把钱亲自送到你们家去 你知道我这个人说到做到的 行 好不好 行 你等一下啊 你记清楚啊 等一下 你收吧 0305 对 好 记下了 哎呦 你可真是 这么耐钱 不至于啊 好了 再见 再见 嗯 她也没有从她老公家跑出去 这里就是她的家 她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 她本来可以选择 她本来可以选一条 大家都会选择的路 大家都会选择的路 喂 我是 喂 我回来了 刚下飞机 给你买的那只死也买不到的画笔 还有颜料 我们明天送过去 我结婚了 我老公也要来 你听见没有啊 干什么呢 我现在去医院的路上 医院 你怎么了 不是我是思纯 她孩子出了点问题 一会儿再说吧 师傅 滑山医院 你现在这种情况啊 是很危险的 所以啊 以后千万不要到那些小的诊所了 到正规的医院去 如果当时确诊流产处理好的话 也就不会有事了 你来啦 你别动 快躺下 没事 医生都跟你说了吧 是不是很搞笑 宝宝早都没有了 我都不知道 我还在那一本正经的做孕妇呢 上了公公骑车 我还等着别人给我让座 我还在想 她到底是男孩还是女孩 她长什么样子 过小以后会不会见到她 你说我是不是很搞笑 是我不好 我不应该带你去小诊所 应该带你去大医院 不是来不及吗 大医院那么远 到了那儿我都没命了 反正 我本来也不打算要她的 说不定啊 她早就知道了 所以不高兴就自己偷偷溜掉了 招呼也不打一声 现在好了 我不再是那个孕妇思纯了 我又可以想干嘛干嘛 想去哪去哪 想吃什么吃什么 其实 逝去她就像逝去郭晓一样 我会记得有过她 就像我会记得 有过郭晓 冯弱 怎么样了 明天就能出院了 我要是她 做不到那么好 他要是能骂我 责怪我 甚至是恨我 都比现在这样会让我好受险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等好久了吧 也干了没多久 不至于吧 这么用功啊 我刚才为一个小朋友吃饭 结果排骨汤撒我身上了 你不是做过那个 超能洗衣粉的广告吗 送我两包就用 我是做广告的 又不是做洗衣粉的 真实 你这个人怎么那么扣啊 你就不能给我买两包 我给你买三包行吗 再减点什么 我不用了 这个就行 公司办得怎么样了 我正要向你汇报呢 昨天呢 执照已经下来了 装修也差不多了 这两天正忙着招工啊 然后联系客户 有时间的话去我那儿 给知道知道 一定会去的 他 他 他没为难你吧 谁啊 老陈啊 没有 合同上呢写得很明确 只是投资 然后不参与决策 每年年底泛红 就这么简单 那就好 靳如 谢谢你 真的是非常感谢你 谢我干吗呀 那你这么说的话 我还得先谢谢你呢 要不是你把我介绍到幼儿园 我也不会认识他 我要是不认识他 也许也就没有现在这个公司 不就是这么简单吗 谢谢 来 他 对我真的挺好的 每天都接我下班 而且周末的时候还会带着我和他儿子去逛逛公园 他儿子特喜欢我 真的 你爱他吗 他说 他会和我结婚的 我是问你爱他吗 可能 可能我爱这样的生活吧 那也挺好的呀 明白自己要什么就好 你不会看不起我吧 没有没有 怎么会呢 我们是朋友 说实话 我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 不用为了钱而烦恼 其实我生活窘祸的时候 你也见到过 连房子都租不起 只要跟陈万宁结婚的话 我就可以租进大别墅了 你知道那个别墅有多大吗 多大 三层楼还有一个地下室哦 你知道我每次进去都会迷路的 里面有花园 还有亭子 然后还有喷水池呢 你作为我的朋友 你应该为我高兴才对啊 我当然为你高兴了 只要是你想要的生活 我衷心地为你高兴 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那就好啊 那你得好好工作啊 我有可能会成为你的老板娘的 还没怎么着呢 就对我发号施令啊 没问题 遵命 来 为了你的新辛苦啊 再次干杯 你也是 我就是主要想 我还有事 我约了人我得先走了 我说话还没说完呢 我来之前就已经打好电话了 改天吧 今天我买单 总之该我斤斤计较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以前帮了我那么多吗 我买单单算什么 拜拜 拜拜 在你完全康复以前 我一步也不会离开你 我把工作都停了 不用 不会再有什么事了 我妈妈跟我说过 人是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的 我就是个作恶多端的坏孩子 现在是在惩罚我 爱一个人 怎么都不会是恶的 我总惹过小生气 我总骗她 我让她担心我 我把她的女朋友赶走 现在 我把她也弄丢了 把她的孩子也弄丢了 把她的孩子也弄丢了 肯定把我帮她抑定心 你够闭팀 好 回去好不好 我不想再在这待了 不行 医生说明天才能出院 我该在这儿 组织会想一些不好的事情 好 那咱们走 明天我来办出院手续 好不好 好 啊 爸 停车 是刚才下车的那个女的 开门 来 喝点热水吧 谢谢 现在怎么办啊 你们有没有看清楚 那个女人长什么样子 摆明了是不想要这个孩子 不然送到那些 受养孩子的地方去吧 哪都不准送 我自己把他养大 你疯了 养一个别人的孩子 我会把他当成支持我和郭小的孩子的 这怎么可能呢 养一个孩子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你根本没做好养大他的准备 我做好了 我早就做好了当妈妈的准备 我会把他当成支持我自己的孩子的 我觉得 还是把这个孩子送去医院吧 我想医院会有个很好的处理 不要带他走行不行 如果过几天 还没有人来找他的话 我就当他的妈妈行吗 你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带小孩 光有就算我求求你了 你以后会后悔的 我不会 你会的 思春 你还很年轻 等你身体恢复以后 你会有自己的小孩 我不想再有了 我也不会再有了 我只想要我和郭小的孩子 其他的我什么都不想要 我相信 这就是我跟他的孩子 上帝惩罚我 现在又给我一点小小的补偿 要不然怎么那么巧 就让我在今天碰到他 就好像小孩犯错了 大人打他骂他 但是你说我错了 大人就会原谅你 还给你一块糖吃 你说对不对 郭瑶 对不对 乖 不哭不哭不哭 不哭不哭乖 哭哭 不哭不哭 不哭啊 妈妈马上就回来了 没有哭 回来了 买这么多东西啊 对啊 都是给宝宝买的 宝宝 妈妈给你买了好多好东西啊 妈妈回来了 来 四川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如果我一定要名正言顺地收养这个孩子的话 我会找一个人结婚 而且那些手续 我也会一样一样办好 我会告诉所有人 包括丽琪和小赖 这个孩子是我亲生的 我 光悠 你可以离开我 不理我 但是请你不要阻止我 好吗 我不会离开你的 陈先生送的 慢慢享用 拜拜 哎呦 哎 这么早就到了 来来来来 谢谢 哎 怎么不喜欢我送你的衣服啊 没有 挺好看的 不过我穿成那样好像 觉得有点不自在 怎么会 我习惯穿成这样了 而且这么多年也没有改变过 希望你不要介意啊 而且我想 我如果现在就穿成那样讨你欢心的话 那我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不好过的 所以 所以就实话实说了 那看来是我的问题 不不不 这不是谁的问题 其实我们两个人 本来就生活在不一样的世界 但是我想每个人都向往美好的生活 我当然也一样 不过如果为了让我显得高人一等 就穿得像一个优雅的小贵服 那我宁可不要 我宁可回到我那个坡屋子里面 想吃什么吃什么 想穿什么穿什么穿什么 乐得轻松呢 我这样说是不是吓到你了 没有没有 我就喜欢你这样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那就好 那就好 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我的话 看来我们俩可以继续交往啊 我第一次被一个女孩说得哑口无言 那就太不好意思了 睡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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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哭不哭 咱们睡觉觉了 乖爸爸不哭不哭 妈妈在这儿呢 不哭了 睡觉了 乖 妈妈在这儿呢 妈妈在这儿呢 不哭 不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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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吧 那我来吧 这怎么老哭啊 小孩都这样吗 不哭不哭 乖 对对 还是我来吧 给我吧 来 叔叔抱 宝宝来 叔叔抱 好了好了好了 哭不哭不哭 不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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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不哭不哭 哭不哭不哭 我怎么总觉得他在跟我作对啊 你说他是不是知道 我把他爸爸弄丢了 他生我气了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 他就是我跟郭晓的孩子 我真希望他快点长大 然后我告诉他 郭晓是他爸爸 我是他妈妈 可是他现在那么小 连话都不会说 孩子长大 父母都是飞进心血的 可我等不及了 我已经没耐心了 我真害怕 等他长大了以后 他还是会讨厌我 不喜欢我 那我该怎么办 那我该怎么办 咦 谢谢观看